名模姚才颖去年拍完偶像剧之后 在演艺圈就神尹 而今年9月她有个新的身份 要叫她姚老师了 她在桃园一所高中教表演艺术 那么从名模整行当老师 姚才颖说她希望能够摆脱负面的形象 过一过不一样的生活 Fade out就是一个英文的意思 Fade out就是淡出 就是剑出 就是剑弱 你没看错 眼前这位穿着黑色小肩上衣 黑白条纹长裤的高挑美女老师 正是名模姚才颖 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但是我不会说很眷恋 不会到眷恋 但是因为我觉得人生都会有新的挑战要去做 不再多谈过去的辛酸事 现在的她身份不再是艺人姚才颖 而是姚老师 上起课来有模有样 和学生的互动没有距离 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 教得很好 她教课很欢乐啊 然后上二课就根本不会想睡觉 然后全程就是笑到底的那种 一甩过去负面形象 姚才颖九月转行 到桃园一所高中 当起表演艺术科的老师 消失在五方目前 现在的她在学校里面 找到另外一个新的天地 你要看你要感受你自己的肢体 对于他们教学教育之前是有一些能力的海事 因缘机会上她就被介绍 然后就来指教 从名模跨足偶像剧演员 演艺生涯曾经一度被看好 虽然没有之前在荧光幕前 火辣性感形象 但现在的姚才颖 教的可是她最爱的表演艺术课程 而她似乎也很享受这种平淡生活 最近黄主华黄子凤 桃园采访报道